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党集等 我要强调这一点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检验我们这节目 但是有时候专题 专题我可能就不是以政党人士为主 我特别强调一下 因为很多专题 我们往往第二小时有人文专题 或是一些政治专题 但是如果政治评论的话 一定有三方的势力 我要用这个铺陈 强调媒体重力 今天一个最震撼的新闻 当然就是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院长 到党内领表参佐 也就是2020的总统党内初选 这真是一个震撼弹 请看 有许多欠信我的生命 但是我坚定的主张 成功不必在我 守住价值 远比追求十位重要 全力支持 蔡英文主席竞选总统 在我担任 竞选总部主任委员的台南市 蔡英文主席竞选总统的得票率高达67.5% 全国第一 但是站在今天这个处境 来看2020年的困局 有许许多多的声音 督促我一定要承担责任 经过谨慎的思考 本人觉得 既然我有为民进党败选 辞掉行政院院长 负起政治责任的承担 那么基于对这块土地的 使命 跟热爱 我自应 更应该调游 捍卫台湾的 承担责任的勇气 因此我决定 响应 总统主席的号召 也回应基层民众的期待 登记民进党党内 总统初选 并且决心 竭尽所能 凝聚社会支持的力量 力往狂难 朋友台湾 谢谢大家 我们看了今天早上 赖前院长非常坚定 而严肃谈话 终于体会 在上个礼拜 他在浮选过程中 讲出那句话了 民进党村一口气 他并不是针对郭文学生 针对整个党的政治生命 一有所指 请容许我把我们这个节目主题 再强调一次 也就是我们的态度 国家认同毫无疑问 事实上赖前院长参选 也基于党的 针对国家安全 国家认同的建构问题 第二 我们要谈 我们要谈 司法金融税制 党产规定转移振营 这五点 我必须坦率讲 民进党几乎供估了 几乎供估 让大家的非常失望 包括赵宏案 其实我向大家预告 因为总统府或行政院 从来没有把我的警告 当一回事 海啸来了 大家看着办吧 很快的 因为赵宏案 经过若可平等 我们可以请 郑宇恩律师 跟黄宁律师 就从网路上 可以找到 若可平等 已经证实 经过两年半 赵宏已经从 两年半前的fair 降等成marginal 结果呢 我们看这张图表 我们的司法改革的问题 结构性问题 好 这张赵宏 经的同事提供给我 这张照片是什么 还在报喜 你看 这张照片真是讽刺 我倒想看看下礼拜 你们的表情是怎么样 我们就把相关新闻 让大家看 这真是震撼 但没错 陈局秘书长表示 关心也很忧心 当然忧心 包括郑文称市长 他也忧虑问题是存在的 是没有错的 也就是 有人认为 用扁的特色是一种逼宫 这就是在赖院长参选前 其实何止止选 民进党只是从叶克谋 把他重新偷出来 放在一般病房而已 从来没有离开 安宁病房太原 真的一口气 是吗 如果真的一口气的话 赖清德院长应该不会参选 也不要认为派系政治 是撑得住的 我也同意 只是稍微止血 但是有更谦卑吗 有做得更好吗 能不能再检验 来 余恩请 其实今天在中午左右 看到我们赖清德前院长 在宣布他登进 参选我们民进党总统的党内初选 我想看到这件事情 其中我们赖院长也提出说 他要回应我们左主席的响应 来登记大家初选 我想这件事情 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民进党不是一言堂 也没有所谓的地下主席 这个登记的机制 非常非常的公正公开 所以今天有打响了第一枪 要来登记参选总统 我想其实党内有很多很多的 包括我们的府秘书长 陈菊还有郑文昌等等 都有对于赖清德的登记 有做出一些看法 可以看得出来说 大家确实是有一些惊讶在的 当然初选的期间 常常都是民进党 有很多很多分歧的时机 但是其实民进党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在初选完 我们一定都会大团结 所以说如何在初选的过程当中 可以维持民进党的团结的形象 然后抛开过去的 私底下派系的恶斗 这个才是我们民进党 目前最大的挑战 整个初选的过程 我相信到 登记结束还有一段时间 几天的时间 接下来会有一个协调的机制 协调的机制结束之后 就会开始办初选的证件发表会 我相信这一次也是采用全民调的形式 从现在登记到4月初的选举初选结束 其实短短的就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我相信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民进党有各个声音的整合 也有各个整个派系 我们要怎么样团结在一起 这个是所有的民进党支持者看到的 我们千万不可以让人家看笑话 尤其是在初选的机制 我想无论如何 这个初选的机制走完以后 这个人选绝对就会是民进党提名的 总统人选 你忧不忧心造成分裂 连陈级秘书长郑文汉市长 算两位党内大咖都忧心分裂 我想这个也就是我们民进党最大的挑战了 这个目前为止 因为这个等于说是像是 这个我举个退一万步言 我常常在想说 这个就好像是立委的办公室 立委要出来选举 然后立委这个办公室里面的主任 前主任他出来也说挑战说 我也要选该区的立法委员 这个对于这个立委来说 这个老板来说 当然会觉得说非常非常的错愕 怎么会我自己的战友 要出来挑战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相信这个就是民主可贵的地方 当然是民主可贵的东西 但是我常常想到日本战国时 这个芝田信长即将到京都 他要被封为将军的时候 他的部下叫做明智光秀 四百年前本人是之变 于是换转了 也让我想起这个沙士比亚的戏剧 凯撒大帝里面凯撒的部将 他的第一号手下叫布鲁特斯 突然倒戈了 这充满着沙士比亚式戏剧的张力 其实川普总统不遑多浪 今天这一消息是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 也加入反对川普总统 就是美梦边境紧急划的一个划令 因为大家要照顾自己 因为如果跟川普继续缴获下去 这些参众议员明年也要选 其实这个情况跟民进党相当类似 我在请教小新前就说 也许大家从政治生来看 我要强调一点 因为今天更重要 APG亚洲洗钱黄制联盟来做这一次考试了 大家都不注意 38部会全力冲施 为什么呢 两年半前照封案 让台湾成为加强追踪名单 今天要做这一次评审 如果不过关 台湾跟整个国际洗钱黄制界 势必脱钩的 非常严峻的 但大家都不重视 民进党整个头脑都在思考 这个选举问题的 八卦我要再强调一次 因为两位律师 请告诉我们 如果这个政见 为什么 好了 不要说各党的基本盘 中间选民为什么要投你民进党 你执政三年来 连书魁都承认了 要退场机制 我同意 那么请教 党场会至少冻结830亿 那光以我的官司为例 我不讲个案 我质疑 国民党只剩233亿 我败诉 这是小学一年级都会做的算数 黄备兴运动 台湾也有 这是从抗燃料税开始 到目前的台湾的 反这个 财政部国税局的 加征税多少 6600亿 请问 我们政府当局 我们的执政者有回忆吗 这些才是重点 才是跟人民有关的 所以不要只从表面上的 这个政治板块 赖清德院长参选 来看 那是一个 这是一个整个 那个冰块的顶端而已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所指的 这正是影响中间选民的 投票意向 来 孝欣 我想这次赖清德院长参选 他对于整个台湾社会来说 确实是一个震撼弹 但是不过我必须说 其实我在比较早的时候 我就猜测他会选 那个时候 所有民进党的朋友都说 我这是要阴谋论 阴谋论讲了快一年 现在阴谋实现 到底阴谋是在 赖清德院长身上还是 民进党的人没有看清楚说 现在他们自己党内的局势 是什么呢 尤其是他在离开行政院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这次离开 是要这样子蔡英文总统 才能够大破大力开创新局 当时我就指出 这个新局其实指的 就是赖清德自己 赖清德院长如果他继续在 行政院里面的话 很多的责任 其实都被推到他的头上 他的部会很多大多都还是 蔡英文总统所认可的人 他自己能够自由行使的官员 其实不多 败选的时候 一开始 这个就是我的内幕消息 大家都 很多民进党的人都有认证 就说一开始赖清德院长就要辞了 可是因为蔡总统不断的挽留 使得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辞职 还导致很多民进党的人 对他很大力的去批判 说败选了行政院长 怎么都不用负责 你难道是眷恋这个职位吗 对赖清德造成很大的困扰 后来他好不容易辞了 讲了开创新局这四个字 我就认为他是在把握机会沉浅 等到机会来的时候 直接跳起来 这次的补选对他来说 就是最好的契机 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补选 几乎没有蔡英文总统的角色 赖清德院长我必须说 虽然我们党籍不同 但讲公道话 他在台南那样子卖力推销 郭国文的东西 我想民进党的支持者 看到是会感动的 下雨天也去站路口 平常扫街也去 每天都去 几乎是把他自己的政治生涯 赌进去了 而他这样子一个好赌 带来的结果是 民进党守住了台南 也守住了新北 对他来说 他在此时此刻选择宣布 我认为如果我是民进党的 我会支持他选 我会觉得他才是 真正有领导力的人 而我今天是国民党的 我觉得我也肯定他愿意 直求对决去挑战现任者 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对民进党来说 会出现几个现象 第一个 蔡总统他会失去了 几乎所有在传统媒体上 空战拼搏的空间 因为你会发现 长期媒体对蔡总统的监督 他是没有听到的 所以媒体界媒体人 亲律的媒体人 早就已经对蔡英文总统 有怨言 只是没有讲出来 如今赖清德愿意参选 大家当然是选择这一位 跟他们平时比较有交集的 这个人物 第二个 蔡总统的支持者 出现真空的现象 为什么 赖清德院长他接下来 我相信 我大概预测 他会对很多 深绿的朋友 所在乎的议题 跟蔡英文总统 直求对决 包括特赦陈水扁 包括台湾独立 这些都是未来不只是民进党的初选 甚至会继续延烧到2020年总统大选的主题 但蔡英文总统他对这几个议题 他执政的这几年的时间 态度过于温和 所以深绿的人 这次我不觉得在两厢比较之下 会比较支持蔡英文 那蔡英文总统他只能诉求中间选民的时候 可是我必须告诉蔡总统 执政三年的期间 包括一力修的修法 年金改革 还有包括刚刚胡大哥讲的赵丰金的事件 中间选民对蔡英文总统的信任度 已经都跑掉了 跑到了柯文哲那里 蔡柯合作又因为柯文哲 可能也会参选总统 而不可行 所以蔡柯联盟 几乎也因为柯文哲 他自己也觉得有机会挑战 有可能会破局 这时候蔡总统的支持者真空 才是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 他没有一股很积极的势力 就是非蔡不可 可是另外一边非赖不可的人却很多 最后 因为这一次 我们没有预期到 民进党会面临自己党内的初选 也就是说 虽然说民进党都说未来会团结 我也相信 但是在过程当中针对几个主题 像是刚刚讲的特色陈水扁 像是刚刚讲的台湾独立 这些在直球对决的时候 双方都必须要表态 而表态的结果他会影响到2020年 接下来初选过后的总统大选 这些议题也很容易 变成是回归蓝绿对决 所以对柯文哲来说 也会压缩到他的民调支持的空间 2020因为赖清德加入这变数 变成蓝绿对决的可能性 我也认为大幅增加 上周六的立委补选 台南市的麻豆选区 是7比3 竟然要靠赖清德院长前陈水扁总统 深思历势 谢龙介才输3% 所以你说盛选吗 也不值得高兴 包括3月7号礼拜四 我出庭 就是赵峰案的庭 我一上计人车 就开完庭 计人车司机看到吗 说封城封口封闭 通关密疑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出庭 他说你每天都谈 对啊 讲太好了 蔡航彤 我说过了 过完年你不处理赵兆胜 你知道后果的 我是反映中间选民的想法 那我就问这位计人司机说 问这么多个 你都几点分 他说我都 补到十一二点 洗身口之后 看你这节目的点分重播 说33台 谢谢 你看 连温奖都关心赵峰案 为什么 就要开阀了 所以大家都太低估 这个海啸来了 若可平等 麻烦 比两年半前的降等一级 所以 我刚刚跟各位报告 其实刚刚巧新跟语言讲非常好 这证明我对的 为什么 我不想找立委 为不找职业名罪 为什么 你看点就知道他讲什么了 但至少 这些经过新兴民意习礼的 政坛新生态 讲出不一样的声音 来 虽然已经离开政坛 但我们也担任前台联立委的 黄律师 你利用你自己的解读请 从赖清德院长参选开始请 我想赖院长今天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 参与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的 这样子一个情势来看 其实我个人认为 赖清德应该是有做准备 但是小英总统应该是误判情势 也就是说 在这个二月前 其实我有听 就是说有独派大佬 去李登辉总统那边 其实这些独派大佬 过去是支持赖清德出来的 可是听到的讯息是 既然这些人去跟李登辉总统说 希望能够支持蔡英文 继续来连任 我听说这个部分 我就发现就是说 其实李总统 他其实并不以为然 因为他对于小英要改革的部分 其实李总统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其实常常有提供一些意见 给小英总统 可是小英总统并没有回应 李总统的 就是相关的一些意见等等 那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对于李登辉总统 他觉得奇怪 怎么会有这个独派的 过去不支持蔡英文总统的 却会跳出来说 要来支持蔡英文总统 所以这个部分 或许小英总统 当时其实已经跟 有某些独派大佬的人士 已经都讲妥了 那第二个部分 其实民进党党内 在二月底之前 其实也有人告诉我说 他们民进党的 这个内部都已经整合完毕 所以就是权力会辅选小英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小英可能就因此放松了 所有的一个形势的一个变化的局势 包括昨天徐家清 徐家清他们的副秘书长 也是新潮流派的 他还信誓旦旦说 赖清德绝对不会去领表 今天我们看到 赖清德的嫡系的林俊县立委 他就讲 他说 说不知道是骗人的 表示说其实 这些东西到底是 他们是在演给蔡英文总统看的呢 还是 就是蔡英文总统真的从头到尾 他完全不接地气 完全蒙在鼓里 我人猜徐家清小姐 是比较亲近蔡英文总统 所以你看看 所以他就信誓旦旦地说 没有 不会去领表 那个赖清德绝对不会去领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可能状况外 连郑文昌也不知道 连陈居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到底是演出来的 还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其实这个赖清德院长 其实他在布局当中 其实他上已经有在布局中 其实应该都有漏一些 林俊县跟黄伟哲 他们都讲尊重 可是知情嘛 对啊 知情嘛 对啊 所以在台南的人 大家都知道 那为何这个在台北的 而且是新潮流系的人 那你的意思是说 蔡总统好像 知庭信长本人是知变 被党内的至少新潮流派 所倒戈吗 放一把火吗 可以这样说吗 这个我想这个蔡总统自己 可能今天一定会深自地来反省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认为反省 这叫创伤症候群 对 所以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说小英当时确实是误判 那在这个316补选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看出来 其实并不会因此而来加深的 就是说会来支持赖清德的人会变多 而是316的这个立委补选 其实只是两党回归到基本面而已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台南跟这个新北的补选的投票率 只有四成二 四成二可以代表所有的民意吗 这个真的太低了 比例太低了 那像我们彰化也才三成六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只能够看到就是说 蓝绿回到基本面 但是不代表赖清德总统 他出来参选就应该有正当性 我认为个人是这样子认为 那我们其实今天 刚刚有很多人开始传在简讯赖过来 然后有某水果的报纸 他们就开始做随机的民调 那我刚刚点进去 支持蔡英文的反而比支持赖清德的多 这个是非常特别 这可怕是仅供参考之一 就是今天马上刚刚做出来的 就是随机式的民调的情况 你要引用要小心 我必须讲 因为我看到罗志强先生的 他自己做的打电话民调 百分之九十六认为王近平不能参选 只有百分之四字他 这个也是太离谱了 虽然很小心 对 所以那个 利盈书就要很小心 胡大哥我跟你讲 今天的那个就是最新的一个民调 就是可能也是蔡赖清德院长 促成他要出来参选的 可能的依据之一 就是说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 赖清德院长 PK国民党的几个候选人 包括吴敦毅 包括王近平 包括朱立伦 包括韩国瑜 跟柯文哲三个选的话 他是完胜的 那蔡英文他本身如果蔡英文跟吴敦毅的话 跟柯文哲的话是柯文哲胜 那蔡英文跟朱立伦跟柯文哲的话是朱立伦胜 那蔡英文跟韩国瑜跟柯文哲的话是韩国瑜胜 那最后一个是蔡英文跟王近平跟柯文哲的话 是柯文哲胜也就是说蔡英文从头到尾没有赢半个 所以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未来在民进党的这样子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情况来逼退蔡英文总统 这也不无可能 但是我觉得在民进党他们在初选的大概四月九号左右 他们就要来确定了 也就是说用民调来决定了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蔡英文总统看起来是似乎 完全错判形式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认为说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促使赖清德院长一定出来参选 那未来呢 这个部分呢 可能包括国民党的部分也会有变数 那国民党的有变数之外 柯文哲是不是会再继续加入这个战局 我相信这个部分都还要来观察 柯文哲先生我们第二段来谈 我要这样讲 当然文林律师引用很多民调 但是我公开讲 我对民调都非常小心 事实上比如说有一位人士 他主持的民调 他预测国民党世袭都会赢 结果没有 我是要用这例子说 有些民调 事实上根本就是魔鬼工作坊 他公务民调到闹鬼时间 看看就好 我从来不当真 但是有一件事实就是 当领导者 你看他两个气质 霸气又自信的时候 往身边的人造反就危险 我是指知田信藏 凯撒大帝 包括蔡总统 其实有没有看 有没有一张照片 蔡总统这样插腰 那个样子 其实那是他的本性 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 虽然他大部分时候是属女的姿态 在那张照片那我印象深刻 也就是 其实这一次我可以说 这根本就是本人事之变 会不会造成分裂 不无可能 那以我对蔡总统了解 蔡总统 怕死没退 没可能退 他怎么有可能退 对不对 他布局好了怎么会退呢 所以也没那么简单 那如果真是最后是蔡总统 党内出选赢的话 那赖清德会不会真的 真心诚意的来替他 服选或者被复仇呢 当然我们看着办 我们来谈国民党部分 因为选后 国民党的整个布局 也值得解析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参加医疗活动 跟在座代表握手问候 立委不宣选战结束 他似乎也轻松不少 只是国民党战机 提四席职保一席 难道代表全台服训的韩国瑜 韩流退消了吗 也不能这么讲 蓝军票大幅增加 谢龙切也是把 绿中之绿的这个区 能够达到 几乎有领先的程度 这次立委不选 跟2016大选比起来 新北市民进党余天 得票率是52.04% 国民党正式为46.77% 对比2016高志鹏跟李乾隆战机 民进党得票率小跌2.5个百分比 国民党则上升11.34% 台南市民进党郭国文 得票率47.05% 国民党谢龙界则是44.31% 跟三年前黄伟哲76.46% 超高得票率比起来 绿营一下子跌了近30个百分点 国民党则成长25.65% 蓝营支持度明显要尽 要选总统的朱立伦被问到 韩流究竟有没有效 与中心肠 每一位助选的都有一定的功效 我们不能单靠 大家讨厌民进党 就获得我们的胜选 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不要再陷入 任何初选的纷纷扰扰 朱立伦暗示 征召韩国瑜与否的纷扰 也影响了蓝营选情 至于韩国瑜本人则认为 国民党不算败选 赢的人不能算赢 输的人不能算输 台南的三种来讲 国民党的候选人孤军奋战 已经打到家门口来了 打到你院子 打到房子里面去 甚至已经攻到你家客厅了 而才赢了 百分之三 甚至百分之五 民党到底是怎么回事 立委补选谁输谁赢 有各自不同解读 但对蓝绿来说都是重要警讯 我要公开说 韩国瑜先生在周六晚上这个直播 我有看 我不得不佩服他 他是一流的政治分析 我觉得分析得非常好 非常到位 把问题点出来了 他是一流的分析家 虽然赖清德院长把他过度高估了 说他是百年少见的政治奇才 这是公为 但是韩市长的分析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包括对党内的鞭策 事实上韩国瑜市长 这个所捲取的形容 叫做风果浪或海啸 总是一个极限 克劳塞维斯在他的兵学论里面说 这个公式的极限点 如果继续歪 那郑士维跟谢龙介应该会当选的 其实当你看到郑士维先生 都是靠大咖加持 你知道吗 我可能掉了吗 其实最早我得到消息是 何有余市长身边的人跟我说 何有余自己早就不看好 何有余在三重选区 事实上还落败 他知道不容易欢转 谢龙介先生 我说过因为他的父亲 跟我父亲是长龙中学同学 日志时代 我在选前也打电话问他说 郑士维先生 请教你赏赏怎么 每次都回答 五到六趴 我相信是 他自己做民调 但是为什么办 表示陈水本跟耐清德的 背情牌 有效 的确有效 好 我再请教了 我还是问这个问题 欢迎是国民党开门 民进党给你关门 不然没关门 没关门 好了 好了 今天大家不当一回事 APG来做最后一次考试 如果不过呢 大家都闭闭闭闭闭闭 两年半前照风是惊天大案 结果都不处理 好 柯市长 黄美 我们就看吧 虽然那个黎安勇教授 这位可以说是一流的美国亚太问题专家说 应该可以通过美国的考试 他就是跟柯市长有一段对谈 说 他认为柯市长应该可以过关 OK 他说OK可以过关 表示 其实这次是美国在面试 然后当然 柯的解释也有道理 不至天奔地裂 也是有一个极限 那我觉得这个论述是蛮中 可能说2020并不是国民党包容 倒是比较奇怪 是王世坚是希望 这个韩清真 我认为他就是不要柯当选而已 这是一厢行为 但是这也说出了很多党内 国民党内主要是 你们特别注意 只要是国民党施议原则 要升格参选立委者 几乎十有八九都主张 当然要搭顺风车吧 韩流 我想这个等一下会 小心会 请到他到底 挺不挺这个韩流 继续外议 来 我们就专谈 民进党以外 像柯 韩 以及国民党的问题 先从语言开始 其实这一次的立委补选 对于 我想对于国民党而言 就是这个四个太阳在角力 包括可能当主席吴敦义 还有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以及国民党立委 王金平等等 他们都各自使出浑身解数 在帮立委补选 我想立委补选的结果 对于胜利主席吴敦义而言 确实是插了一口气 再来是我们的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因为他在新北执政八年 就连上一次我们的市长 在选举的时候 这个侯友宜也在三重地方 就是小赢八百多票 那这一次差距拉到 这个四五千票的这样子的情形 我相信这个对于朱伦市长而言 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挫败 那当然王金平 他就是出了名的 这个私底下的这个动员能力很强 那对于他来说 可能在台面上 他比较没有这个 没有胜没有败 那其实我讲 回归到这个国民党 用这个立委补选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势 在角力这个总统大选 我觉得他们是从去年的 十二月开始 一直到四月公告 五月领表 六月初选 七月全大通过 他们这个整整 将近七个月的时程 对国民党 对一个党而言 我觉得这个创伤其实 创伤其实非常非常的长 那当然这个 大家可能认为说 我们民进党现在 也陷入了一个 这个初选的这个斗争 或者是说这个党内 可能会有一些集体的焦虑 但我觉得提前交锋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先接受到这个民意的洗礼 那先接受到民意 跟这个民调的洗礼之后 我想这个正当性 就绝对是出来的 不管这个结论是 这个我们蔡英文总统也好 或者是赖清德院长也好 这个都是有正当性的 绝对的正当性 那我想刚刚新闻也提到说 这个国民党主席吴登毅 他也提到说 不排除征召韩国瑜来领表 那我就很好奇说 这个不排除征召韩国瑜来领表 这样子的过程 实质的内容是什么 是架着他 然后把他推到国民党去领表 所以我认为虽然民进党 现在目前有两个候选人 到登记截止日前 可能也还会有一些候选人出现 但是这个时间终究只有一个月 这个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大破大力 好好的对话 然后让所有的分歧 全部在这一个月的时间 被强烈的讨论 包括阿扁总统的特色 台湾的台独问题也好 就在这个月 我们把这一件事情 好好的讨论 好好的讲清楚 过了这一个月 我们明天讲又是一条好汉 陈水扁总统的特色问题 当然变成赖清德院长 包括很多人的诉求 那要权衡轻重 会把中间选民吓跑了 我是要提醒 你不能只见其利不见其害 这是政治要加权衡轻重 利害关系 我没有立场 因为只能决定蔡总统决定 你们自己去思考 上周三 陈永兴一次在他精神意识 我说我看了国民党的 这个吴敦义谈话 吴主义谈话 我真的看他讲话 我真的得了政治便秘症 就他说精神医学叫做政治 叫长造症 就是想拉肚子 朱元市长自己这样讲 他说这规则这样下去 会害死国民党 我也同意 包括什么叫不排除 我们观察美国大选 如果民主共和两党 都派出候选人了 我要强调 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的 党主席是不是总统候选人 一定他只是竞选经理 是分开的 然后参加党内出选者 又说不排除 有没有记得上礼拜 王近平院长 爆气 我第一次看到王近平院长 爆是生气 说不排除参选到底 恒生之急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定要谈征召 当然是征召韩国裔 那我说我这样说 如果吴敦义先生 你得到党内出选的门票 你变成国民党党籍的候选人 那你征召韩国裔来取代你 我说你是中国历史上 很多台湾人不同意 什么叫中国历史 姚舜与汤文汝周公 跟他位阶一样 姚舜也顺 还有这种事情 所以征召这次 会让朱跟王 就开始会想象空间 莫非 其实我想这两个印象 想说你五岁你没了 要是大家做人 是都没了 一定会有这个论述出来 当然我没有资格谈 我只是盘观者 我很想了解 为什么这节目 我特别忠视基层草根 其实你特别知道 党籍的立委候选人要参选者 因为他牵涉到党内初选 或党内投票 他都讲话都是照党中央论调 我想这个巧克力绝对没有包裹 你怎么看韩国裔参选 以及里面 你们老大人的事情 这上海太阳大人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办 确实刚刚胡大哥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是议员 想要跳一格挑战立委的这些候选人 几乎都有办很大型的 要征召韩国瑜的造成 王宏威 王兴怡都是 小姐都是 那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国民党的党内的初选 短时间内要提升议员的知名度 跟其他的参选人去整合在一起 说你能够赢 需要很大的新闻曝光的版面 几乎是这半年来 你只要谈到韩国瑜 你就有机会上新闻 所以对于这些想要选举的人来说 你去提出要征召韩国瑜 绝对对他来讲是好事 对国民党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我不评论 因为韩粉有韩粉的想法 猪粉猪粉的想法 王粉有王粉的想法 这个每个人的想法 不一样 也没有绝对的是谁对谁错 但是我要去讲的就是说 很多人现在在讲 韩流退烧这件事情 包括是不是对于征召韩国瑜 这个会有变数 我想有几个想法 第一个是 新闻版面确实是有一些过度的 谈太多韩国瑜的事情 使得一些中间选民 他可能开始觉得 韩国瑜也是深蓝的 韩国瑜 他们把韩国瑜跟深蓝画上等号的时候 刚好我们这一次在选的两个区 一个台南一个三重 都是属于深绿选区 那我相信 语恩也选过 语恩也是议员很清楚 就是说 我们其实你在一个区域里面 他会有比较一些区 他比较绿一些区比较蓝 其实跟大家沟通的时候 你必须用不同的方式 才能得到对方的理解跟支持 好像是你可能 就要到深绿选区里面 你一定是讲台语 比较温和去跟他们讲说 你们所喜欢的这些东西 不要去激怒人家 可是其实像这次的选举 选到最后的时候 似乎很多东西被激化了 像是在台南麻豆那区 就是属于谢龙界议员 他输比较多的区域 郭国文在那区拿到了8000多9000票 所以就是麻豆的这个新闻事件 确实我们从最后的结果来说 对国民党的选情造成一些影响 换言之如果没有麻豆事件的话 文旦事件的话 或许其实谢龙界是胜出 就像他选前我所了解的民调 谢龙界议员的民调 都是领先郭国文的 那是在最后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翻牌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件事情 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 国民党要团结 让中间选民也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民主的政党 这是最简单最容易的方式 所以我一直不 我从来不把这个矛头 指向王金平朱立文或是韩国瑜 或者他们的粉丝 我觉得他们都是 不管他有没有表态要参选 他们都是公平竞争 即便是韩粉说希望是被征召的 那也是一种他希望鼓励 他喜欢的韩国瑜能够出来选 他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国民党中央 到底要什么时候 才能确认所谓的万分之一的征召 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请教这个制度会不会让人家质疑说 美国共和党 民主党绝对没有 选出党内出选人再有征召 民主党也不会 那为什么 我不可解说 吴敦毅先生为什么还提出万分之一征召 这是等于叫他变去 等于替制度要开个巧门 这样好吗 我非常不能认同 我也不理解 你能解析为什么吗 我觉得可能是 也是觉得说这样子 他有曝光跟版面 因为吴主席他也说 他要靠韩 他万分之一的机会 他也有可能参选 他说他自己本身对于参选总统 不选总统 也是属于天人交战 但他只要谈论到 是不是有征召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看到恒大的吴敦毅 他要用什么样的制度 所以对他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很好得到曝光 跟讨论的一个事件 但是对制度会有伤害 我认为是会有的 因为其实我并不反对 直接征召韩国瑜 但如果是要直接征召的话 我建议直接不要办初选 像民进党在很多的选区 像在台北市 他们划定为艰困选区的地方 像内湖南港 直接划定为征召区 那征召区不代表 一定是征召韩国瑜 我们会组成一个征召的小组 把目前有可能的人选 包括王金平 包括朱立伦 包括韩国瑜一起纳进来 最后提出 透过民调的方式 提出我们觉得 最能够赢的人选 然后可能如果是韩国瑜的话 那就是征召韩国瑜 如果是其他人选的话 其他人选也有机会 也就是不办初选了 直接征召 这是征召唯一的一个方式 我可以负责任讲吗 王金平院长说 如果职业征召的话 不是征召他的话 他不排除脱党参选 至少有这个声音出来 是 那等于逼王或朱造反 你要提征召的问题的话 我能理解 但是至少 这种征召的方式会比 你说领表了 大家都领了 然后已经都提出初选候选人 然后提出来 我们在7月党代表大会 一定要正式通过 已经完完初选了 大家都有900万了 突然说不追认这个初选的程序 把他们都换掉 这两者比起来 哪一个对国民党的伤害比较大 同样都是讲征召 一定是后者 因为你等于把大家耍得团团转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吴主席他假设他讲说 万分之一的机会 要征召的话 那就不要办初选 如果要办初选的话 可能就没有这个征召 他今天也转了一个弯 他说他所谓的征召 是征召他来领表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很好啊 你征召他来领表 我给你讲 怎么白海豚每天都在转弯 这个对你们党伤害很大 什么叫征召来领表 这些什么意思啊 他今天新讲的讲法是这样 我觉得非常 我必须讲 这个对国民党是很伤害性的 对 但是 很不妥的谈话 我都不得不是要公开讲 讲出来了 所以我就讲 我对于朱 王 韩 以及他们的粉丝 我觉得都是公平竞争 谁能够赢就是谁代表 最强的人选都很好 但是党中央真的不要再用这种 每天三番两瞪眼 这个放话的方式 讲出不同的东西 引起所有议院参选的人 内部的猜忌跟分化 我是建议我的学长 吴敦毅先生 他是我台大历史系学长 他比我大六届 吴敦毅先生 你先宣布 不参选总统 然后办党内初选 再办政材 没关系 如果你自己在里面 你要缴获 你讲的话 人家就想说 哪一件事对吴敦毅先生有利 对你自己对党 伤害都非常大 所以于是开始有 当然这是路边社不是路透社 开始有说 就王柯沛 上礼拜陈永新律师说 王柯沛 另外说如果征召 韩国瑜 还有王朱沛 王金明跟朱元托党 自己去联署也可以 国民党你不要低估这两个 王柯沛跟王朱沛 因为我知道 我不知道黄文宁律师算不算 柯友友你算吗 至少有交情 可以这样说 他也替你站台 对不对 他妈妈 柯妈妈 柯妈妈 你是柯妈妈之友 对 我们又从柯文哲 他也有感性 我们不要忽略他 他也有感性 来说国民党问题 我想我们先回归到 316的 这是立委的补选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只有关注 新北跟台南那两席立委 可是国民党唯一保住的一席立委 是在我们彰化 就是入港那一席 可是这一席 其实我相信国民党内部人应该很清楚 如果这一席没有王金平院长下去整合的话 其实这一席其实有可能会输掉 那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其实因为 不是王卉美县长够立吗 入港镇 我们彰化是这样子的 地方派系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那当然地方派系有两个派系 那当选的这个 就是这个立委 柯成坊 他本身他就是属于卓播员的这个系统 那有其他的系统当然他就会有所 那个就是不支持 那其实这个声音在地方上 其实都有听到 就是说其他反对的派系的部分 其实是有支持到民进党那边去 最后是因为靠王院长去那边整合 把这两股势力结合起来之后 才让这个我们彰化那一席立委 才让国民党保住 所以其实你看起来 我们看这次的立委的补选 王金平院长在这个角色 其实在国民党角色 唯一一席的立委是他保住的 所以你看他的能量是不是很大 但是刚刚我听晓星在讲 其实这样听起来国民党其实是一个 非常不民主的国家 因为不民主的政党 因为只要某一个人决定就可以决定 要不要征召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国民党目前看起来 是那么多人要选 包括朱立伦 包括王金平 他们都已经讲说要参选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却还会有一个征召的制度 我觉得这样子怎么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 所以刚刚胡大哥讲的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看看国民党大概很快就会阵亡 因为这个分裂一定会非常的严重 那包括我们对我 譬如我以前在立法院 我们对王院长的了解 他是有可能会参选到底 如果是制度不公平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两个礼拜前我去邀他上我节目 他自己也想说 如果没有照制度主 他会参选到底 他说不排除联署了 他自己讲 我自己耳朵都听到了 所以就是说像胡大哥你刚刚讲 就是说他一定会参选到底 可是你看当时马王政政这么严重的情况 他都不愿意脱党了 表示说他这一次如果真的国民党 用制度不公的方式 然后让这些就是王金平院长 他们这些要参选的人没有办法 如期的参选的话 我相信他一定会脱党出来参选 那当然他脱党出来参选之后 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 316的立委补选 其实就是国民两党的基本盘 但是还有你不要忘了 还有六成的人还没有做决定 那六成的人里面有没有柯文哲的 当然有一些部分会来支持 中间选民的部分 那我们讲就是说柯文哲 为什么在年轻族群 能够受到那么多人的喜傲的原因 也是因为柯文哲其实他在 虽然他在政治上的这个 没有特别的施政的 大破大立的情况 但是他也没有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他在青年度 在其他的部分 然后在改变我们台湾政治的 文化价值的部分 其实他都有努力的 其实这是年轻人 他们所想要看到的 不希望再是过去的国民两党 来把持我们台湾的政治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认为说柯文哲其实这一次 如果来参选的话 其实是非常有机会 当然有民进党的议员说 柯文哲帮补选的两位立委的候选人 都没有当选 但是我认为那个部分 跟柯文哲是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柯文哲 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总统 如果他真的出来参选 就是独立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他的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是不会去受到影响 那至于我们讲的就是台南的 这个陈小瑜 还有包括陈思雨的问题 我觉得那个部分 其实不会影响到他 总统大选的问题 也不会影响到他的选票 我特别引述这个美国的 中国问题专家李安勇先生 Andrew Nathan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 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跟智库 他都说 跟柯市长黄南国说 如果他参选总统 至少他说OK 可以 应该也跪关 我想做助角 当然我们习惯跟观众打架到说 各位观众大家好 有个电视台是各位观众旺旺那一台 现在我们说叫寒天电视台 我坦白讲都瞄转 为什么 真是太多 你够到摄像 每天都那些新闻也会真是太多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一方面肯定 韩国瑜市长周六的选举分析 我说一流的 表示他 他真的进入状况 圈内人 但同时我要这样说 韩国瑜市长 伟大有三种 我是引用莎士比亚的话 有人天生伟大 有人因为奋斗而伟大 有的人的伟大是别人捧出来的 我希望 像有些电视台或媒体 你不要制造伟大好吗 如果当一个人变神的时候 比如说变赖神的时候 你看他上礼拜就在路边 比阿别的挥手而已 就变成华格纳歌剧 众神的黄昏 大家引以为戒 我们希望真正人物 因为奋斗而伟大 如果别人捧出来的 说阿伯 每个孙明 大家没究竟看 人民智慧判断 感谢三位 明天我们邀请林国成 林一凯 李明贤三位 继续做认数 谢谢